听了北遥光的话,方寒实在是难以想象,人怎么可能在三千大道之外另创道术呢? 三千大道是一切道术神通的总章,修炼了五帝大魔神通,也就是大五行术之后,方寒觉得所有的五行道术在这面前简直都跟小孩过家家一般,也就是说大五行术包含的一切五行道术,要他重新创立一门五行道术和大五行术媲美,那就是把他打死也创不出来。 三千大道在永生之门面前参悟九万年,要创造出一门铭架命运之上的法门,显然是鸿蒙道人,要破除三千大道之迷雾,撕裂永生之门,踏入真正的永生之道。 方寒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丝鸣雾,他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要力图超越三千大道,就这个想法已经超越了一切,为他打开了思维上的稚固。 隐隐约约这一丝的鸣雾,方清雪传授给他的小宿命树,在心上流淌着,再度清晰起来。 他的思维,他的神念,前所未有的敏锐,前所未有的通明,神念稍微一扫射,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密密麻麻,一层一层的虚空障碍,在无尽虚空中无数元气相互缠绕,一切都是气组成,而气的根本就是一种命在掌控着。 命之承载,视为气,气之根本,视为命,生生不息,视为运,规则注定,视为素。 终于,方寒把那段方清雪传授的小宿命树音节给翻译了出来,一段古老的意念流淌在脑海之中。 方寒就感觉到,明明虚空,无穷时空之中,传达来了一股股古怪的元气,自己和所有时空无尽虚无空间的联系,一下紧密了起来。 无尽时空之中,一股莫名的力量被自己调动起来,而这股力量的调动需要消耗自己的寿命。 这就是小宿命树嘛,需要自己的宿命来交换,来换取无尽时空之中,宿命是规则的力量。 方寒终于在这一刻醒悟了小宿命树,他也已经略微知道了小宿命树的一些精华。 前一段经文是让你领悟无尽时空之中,有一股神秘的力量,不属于五行元气,不属于雷霆精气,也不属于任何一种被人所认识的元气,而是一种和规则结合的力量。 这种力量被称为宿命,在无穷时空之间,有无数的元气,五行元气,刚风之力,空间之力,时间之力,各种魔气煞气,阴气,瓷气,瓷气,雷霆精气,玄黄之气,太清之气,上清之气,佛气,神之力,等等等等。 唱听网,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,你的唱听别样精彩,3w.听85.com 修道人汲取这些精气,各自凝练成神通,就组成着千变万化的法门。 不过,方寒领悟小宿命树,感悟的宿命之力,是一种半规则,半元气的存在。 明显,比神之力都要高明。 不过,调动这种半规则半元气的存在,也需要惨重的代价,那就是要燃烧自己的寿命。 而且,小宿命树中有燃烧寿命的法门,非常神妙,瞬息之间,无影无形地把寿命转化为宿命之力,剥夺敌人的一切神通,以规则之力压制对方。 好,小宿命树居然如此神妙,实在是厉害,清雪世界是从哪里学到的? 不过,我虽然初步感悟了无尽时空之中的宿命力量,但是还没有能够精纯。 恐怕,没有把握唤醒清雪世界的灵魂,唤醒灵魂非常危险。 万一不行,清雪世界就真的万劫不复了。 我还得双重稳健,炼制了九转还魂丹,和小宿命树一起上,那就万无一失了。 在和风遥光谈话之间,方寒领悟了小宿命树,破处迷雾,顿时神清气爽。 小宿命树这门神通也突然一下在脑海中凝聚成形,化成了一个符文,一股宿命之力加持在符文之上,然后融入方寒的本命天地法像之中。 这个符文在方寒的脑海之中,似圆非圆似扁非扁,说不明白是个什么形状。 时而火焰猛烈般地跳跃着,时而犹如水般地缠绵着,时而又好像风一般呜呜地旋转,时而又好像大地一般地沉稳,不断变化的一个符文种子。 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符文,这就是小宿命树代表的神通。 以后方寒就要不断地汲取无尽时空中的宿命之力,壮大这枚符文种子。 嗯?那是什么? 就在方寒突然领悟小宿命树,风遥光也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,略微一愣,在他双眼之中急速地闪烁着亮光,顿时方寒的所有血肉在他的眼里全部消失,只剩下了最为纯净的元气组合。 这是风遥光的黄天之眼。 好强大的本命天地法像。 真正看清楚了方寒的元气组合,风遥光大吃一惊。 他看清楚了方寒本命天地法像,诸多神通,足足有九十三种。 九十三种神通,怎么修炼出来的呀?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神通? 这么多的神通,他要晋升到长生秘境,不是一般的容易呀。 还有,三千只眼,三千只手,这是代表无上圣魔之道和佛陀之道。 还有,他的身体怎么这么强大,居然开始有不死之身的迹象,他的身体之中居然有黄泉图。 不错,的确是黄泉大帝的传人,不过,黄泉图虽然厉害,难以抵挡我黄天之眼的洞川。 我看看黄泉图,到底强横到了什么程度? 风瑶光的眼神闪烁得越来越快,顿时,黄泉图在他的眼里都开始清晰,他的眼神似乎看到了黄泉图的内部。 好多强横法宝的气息,好强大的法宝。 道气,似乎是上品道气的气息。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上品道气?还有,万古巨头的气息? 我感觉到了万古巨头的气息不止一个,这是怎么回事? 虽然一时之间不可能看清楚黄泉图中的一切,但是风瑶光还是感受到了大混沌雷剑,八部浮屠,其中龙道人,木道人,卢兰婆,嫉妒法王的气息。 就在他进一步用神通观察的时候,突然,一个符文在方寒的天地法相之中闪烁下来。 哎哟,那是什么? 他大吃一惊看到了那个符文,感觉到一圈诡秘的力量居然遮盖住他的黄天之眼的力量洞察。 随后,那个符文中还吟唱出了一阵古老的咒语。 宿命的力量渗透到无尽的时空,无所不在,光不能照透,黑暗不能掩盖,企图洞察宿命的人都将遭到宿命的厄运。 嗡嗡嗡,那个符文发出恐怖的气息,一圈一圈,居然把风摇光的黄天之眼给反击了出去。 一股浩瀚的力量骤然挤压过来。 不好。 风摇光身体一震,这是什么力量? 携带规则的元气? 他把眼睛闭上,但是一丝丝细微的血丝从眼皮里流淌下来,居然是受伤了。 这自然是方寒炼成的小宿命树神通,宿命的力量在反击他的洞察。 此时,方寒的天地法相融合了小宿命树的符文,一个震荡再度蜕变。 每一只魔眼上面都带着这个符文的图案,每一只手臂上也带着宿命的符文。 他的本命天地法相现在拥有了九十四种神通,而且这小宿命树成为了诸多神通的主宰,镇压一切神通,所有的神通在这小宿命树的镇压下紧紧有条地运转起来。 天地法相一共拥有了九十四种神通。 方寒稍微一运转,就感觉到了自己的所有神通都在亲密呼唤起来。 有了一种凝聚理,无论是佛门的禅光还是魔道的神通,都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领袖,紧密地团结起来。 而且,魔门神通凝聚成的亘古魔域,佛门神通凝聚成的极乐净土居然有渐渐融合的趋势。 以前,方寒是佛魔同修,佛门禅光和魔道神通总有一些不融合的地方,但是现在,在小宿命树力量的协调下都团结了起来,不再争夺,秩序井然地运转着。 没有错,小宿命树的本质似乎是凌驾于一切神通之上,让一切神通都臣服的启示。 方寒以前本命天地法相的情况,就等于是一个混乱的国家,各种神通就是各种势力,鱼龙混杂,没有凝聚力,就算强行协调起来,也得要消耗到不少法力。 神通越多,越难协调,运转起来,消耗的精神和法力成倍增长,但是现在,小宿命树的出现却彻底改变了这些状况。 一个混乱的国家,突然出现了一尊伟大领袖,所有的人,不论正邪,不论好坏,都解密团结在这个伟大领袖的周围。 简单地来说,小宿命树有一种镇压的作用,镇神之宝。 就算是大五行树,重兴无极树,大切割树,大吞石树,大本源树,这些三千大道中的至高法门,都以小宿命树为中心,没有半点的不协调。 这样的好处就是,方寒运用自己的本命天地法相,消耗的法力大大的减少,以前需要消耗石成的法力,现在只要消耗一成了,法力的消耗减少了十倍。 世界之初的仙界元气滚滚降落下来,竟然填满了九大石海之后,滋润了九十四种神通的本命天地法相,竟然还有剩余。 多余的仙界元气,进入了方寒的身体,被输送进了黄泉图,八部浮屠之中。 好多的仙界元气。 八部浮屠之中正在祭连六块风神杯的四大巨头,同时一阵。 好精纯的元气,现在方寒道友难道不要我们灌输仙界元气了吗?居然还反而书灌过来。 龙道人一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好好好,方寒道友领悟了小宿命树,终于有了镇压诸多神通,协调天地法相的能力。 木道人笑了起来,他是因为修炼了太多的神通,元气之间相互并不协调,所以一举一动,消耗法与惊人。 需要我们攻击,而现在,小宿命树一修成,凌驾于诸多神通之上,诸多元气都沉浮在宿命的力量之下。 于是协调了很多,催动本命天地法相不需要浪费那么多的力量,而且,他现在的本命天地法相比以前灵活了十倍。 当真是,如鬼神出没,只怕不动用任何法宝,凭借本命天地法相的修为,都可以直接击败一个万古巨头。 这下好了,我们现在等于有了足够的元气,喂养天魔的元气,已经足够有了。 的确是这样,我们加紧祭炼六块风神碑,领悟风神大法,争取早日,把风神碑祭炼还原。 木道人精神一阵,按照这样,方寒道友踏入长生秘境的日子并不远了,而且,以他的积蓄,修成长生秘境之后,很快就能够修炼成不死之身。 到那个时候,我们也都有了修成不死之身的希望。 四大巨头精神振奋,按照天龙秘籍里面的练习手法,把一道道的灵觉、材料都打入了风神碑之中,六块稻气级别的风神碑在缓慢地恢复着。 恭喜你,你居然练成了一门盖世奇功,镇压住了自身所有神通元气,使得本命天地法相协调无比,可喜可贺,否则,以你的修为协调元气,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法力。 风瑶光看到这一幕,身上金光一闪,眼睛下面两条血线被直接蒸发。 他刚才观察方寒的修为实力,却被小宿命树反噬,受了一点轻伤,不过,他是何等人物,体内封印了天皇净气灵,随意一下运转法力,轻伤也就恢复了。 不过,他心里仍旧是嘖嘖称奇。 刚才刹那之间的窥探,他已经看到了方寒深不可测的实力,体内蕴含的诸多道气,甚至还隐藏有万古巨头的气息。 这人,果然是黄泉大帝的传人,又是羽化门的人,倒是可以值得信的。 只要他帮助我,还真的有可能救出我母亲。 不过,无极星宫十分危险,他这个人精明无比,未必肯帮助我。 到底要怎么样,才能够使他不记忆危险地帮我呢? 许多念头在遥光心里闪烁起来。 遥光师姐,你刚才似乎看到了我的很多秘密,不过有些秘密是不能够看的。 方寒似笑非笑。 师姐心里是不是在想,我有如此实力,肯定能够帮你对抗无极星宫,救出你的母亲呢? 而无极星宫又十分危险,我肯定不会冒此极险。 你,风遥光一愣,没有想到方寒的心思居然细腻到这种程度,能够把握自己的心思。 他倒也不隐瞒。 你的实力太强横了,身上不知道隐藏了多少秘密。 如果我们能够双双踏入长生秘境,成就不死之身,只是时间问题。 而且,要不了几年,我们联手,肯定能够解救出我娘。 说实在话,我一个人,就算是苏醒的天皇进气灵来自远古的记忆,解救我娘的希望也不大,必须要你联手。 无极星宫高手如云,独霸一个大世界,比太医门都要强横。 其中一个店都是龙团或学,需要长久的谋划,而且极其的危险。 不过,如果你帮我,也可以得到足够的好处。 不知道,有什么好处? 方寒闭着眼睛,想了好一会儿。 其实我们作为同门,互相帮助是应该的,但是,这件事情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范围。 一个不好,就身死盗销。 妖光师姐,也不要怨我,如此不讲同门情义。 这个很正常,若是你一口答应,我就不得不怀疑你有鬼了。 风妖光点点头,我可以把鸿蒙天道传授给你,我们共参着无上大道。 怎么样? 鸿蒙天道? 方寒吸了一口凉气,这门神通,是鸿蒙道人在仙界永生之门前,静坐九万年,创造出了一门要媲美大命运术的无上法门。 不说这门功法能不能够真正媲美大命运术,毫无疑问肯定惊天动地,镇压一切。 鸿蒙天道的确是厉害,不过,我现在却没有时间去修炼。 方寒叹息一声, 唉,这门道术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够修炼得了的。 如果遥光世界不是天荒静气灵转世,恐怕也参悟不了这门道术。 而且,我现在的神通修炼得太多了,手上还有太一门的大灾难术,没有能够修炼。 还有大混沌术太古诸天雷法总纲,也都没有修炼,所谓是贪多不烂啊。 太一门的镇教之宝,大灾难术你也会…… 风遥光彻底震惊了,不错,方寒点点头,手指上稍微竖起了一丝火焰和一缕黑色的风暴。 这是大日火灾,黑日风灾,风遥光立刻就看出来了。 我看出来了,你的黄泉土被损坏了,里面最为厉害的轮回之盘还没有画出来,需要很庞大的纯阳之力,也许我有办法给你弄到这么多的纯阳力。 什么? 你能够弄到那么多的纯阳丹? 方寒一听,有些不敢相信,因为他从严的口中得知,最少需要一兆纯阳丹,才能够演化出轮回之盘的虚影来。 一兆纯阳丹,恐怕太皇天风白雨这种人物都拿不出来,除非是方寒得到了黄泉宝库,太原仙府,天舞之库,才能够凑习。 莫没有,但是无极星宫有。 无极星宫身处有一座纯阳殿,是专门储存纯阳丹的地方。 无极星宫的镇角之宝,会员无极图,能够从仙界汲取无穷元气,然后提炼成纯阳之气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无极星宫才壮大得这么厉害,门派不缺少修炼的资源。 在陈阳殿的深处,有一条九阳圣水组成的大河,你我如果偷偷进入,吞噬无穷陈阳元气,你的黄泉图就能够最终恢复,变成绝品道气。 到时候,你的实力会千百倍的增加。 风瑶光说道,这种事情也比解救你母亲容易了不少。 方寒摇摇头,不过,瑶光师姐,还是先把炼制九转还昏丹的辅助材料给我,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,就是可以帮助你做一些事情,但是如果极度危险的事情,我不会去做。 这个没有问题,风瑶光把一个法宝囊送入了方寒的手里,看来你是下定决心要去捕捉试魂圣寿了,你想利用九转还昏丹,修炼到长生秘境? 刚才风瑶光探查的时候,却是没有最终的砍穿黄泉图,并没有发现黄泉图中镇压了试魂圣寿。 就在他说话之时,这个拍卖场中突然起了一阵骚动,原来是中央的看台上有一些高手已经把要拍卖的宝物一一抬了上来。 几个金丹高手抬着一张云床,飞临到拍卖场的中央。 这张云床长宽百丈,好像一个巨人睡觉用的,通体用一种不知名的精识锻造而成,上面蒙着红布,但是透过红布仍旧可以感受到里面传达出来一阵阵强大的灵力。 不过,这几个金丹高手方寒一扫都是弱小的可怜,只修炼了五种基本的神通,然后苦练成金丹。 怎么这混乱大陆之中,神通气虫金丹高手虽然多,但是很多都急功近利,只修炼了基本的五行神通,不知道,这样以后根本不会有晋升的希望吗? 方寒甜甜嘴唇,金丹之中只有五种神通,那也太过弱小了。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梦露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274集,是由陈颂无声为您多奖的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